她開了自己的新診所 恭喜她 謝謝 高片阿伯我也要吃 她的雞排真的超級好吃 為什麼選雞排呢 我就說為什麼 她就說因為啊 我希望可以祝賀妳的診所啊 就是小雞排排站 那個病人像小雞這樣子 一直一直排著來看妳 對 沒錯 然後我就覺得啊 她真的 我真的覺得很窩心啊 因為我的病人都很支持我 都很照顧我這樣 對 謝謝大家 那句經典名言 欸 探一個高片喔 做一支就好了啦 一支人愛一個就有夠了 她說高片也是一樣 然後我就這樣 喔 妳真的很愛妳太太 說當然啦 我一支人跟她一個而已 哈哈哈 消失憲醫師很厲害喔 她摸出了 高片阿伯的蛋蛋跟別人不一樣 就是一個姻緣啦 我想要讓妳的腰再更小一點好不好 她說好啊 然後我就說 那我們來做正播好嗎 我想讓妳的海媒體更健康 她說好啊 然後呢 她就去做了 結果呢 等到我鑽進去要幫她做正播 所以我就愣住了 我就說 她說妳的蛋蛋怎麼這麼大呀 說妳這個櫻囊積水耶 然後她就說 蛤 真的喔 然後 我說 她對妳這麼久啊 妳不知道嗎 她說我不知道欸 我想說她為什麼這麼大 我不知道這張是不對 然後在抽的時候啊 因為我一邊抽一邊打的時候 她就 抬頭說欸真的有水耶 我說真的嗎 妳我在抽什麼 我說怎麼那麼久 我就說 一邊蛋蛋都抽一瓶養樂多了 哈哈哈 然後叫我這樣 然後他養樂多瓶 妳已經有好多障礙了 她就一邊坐起來 一邊在穿褲子說 我本來都很好啊 不看妳的時候都沒有事 看妳之後就覺得 哎呀 怎麼那樣不好那樣不好 可是她有補充說 啊不過我真的感謝妳 好不是妳給我發生這種事 我也不知道說 原來那樣大了是不正常的 看消瘦菌醫師 每個方面都幫妳顧到了 高血壓啦 糖尿病啦 高血脂啦 好連蛋蛋大小啦 弟弟硬不硬 弟弟大不大好 從中都幫妳解決了 各位觀眾一定要持續的 喜歡消瘦菌醫師喔 要支持消瘦菌的瑞芯診手 消瘦菌醫師有說過 男生如果久坐久站 其實呢 會容易造成性功能不OK 是不是 對 除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詩瑋 歡迎收看詩瑋愛健康的節目 今天邀請到的是 南部的康霸天 我們要來歡迎的是 消瘦菌院長 欸詩瑋妳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消瘦菌醫師 她開了自己的新診所 恭喜她 謝謝 歡迎大家可以上網搜尋 瑞芯咪尿科 瑞是瑞士的瑞 心是草字頭 下面一個心臟的心 心心相應的心 希望大家如果有任何 咪尿科方面的問題 不管是男生或女生 都比較害羞 都可以去找她 那妳想說 我怎麼知道 就一間是她 那門口 上面到250個 大概長約300公分 然後想 就是消瘦菌醫師的海包 很大長的 妳絕對不會躲到旁邊的針線去 哈哈哈哈 太大張太醒目了 對了 欸那個 什麼什麼 高評阿伯有跟你交代 妳也好好選一下 對啊 我真的是 高評阿伯他非常的擔心我 因為他 他其實現在每個禮拜 都來我的診所打正播 然後他就一直跟我說 妳要跟施偉說啊 要怎麼幫妳宣傳啊 要怎樣這樣這樣 我就說 妳不用擔心這件事情 我就說 這個都已經做得很好 而且妳看 大家都很支持我啊 然後他就說 欸他那天啊 帶雞排來給我吃 那個雞排啊 是他自己親自炸的喔 什麼 高評阿伯我也要吃 哈哈 他的雞排真的超級好吃 然後呢 他說為了讓我吃到 熱騰騰的雞排啊 他真的是爆的那個雞排 然後 因為他第一次來 然後就轉圈圈繞了很久 到的時候 那雞排還是熱的耶 哇 真的是好貼心喔 好貼心喔 然後妳知道嗎 他說 妳知道為什麼 我要帶雞排給妳吃嗎 我的攤位有那麼多東西 因為他是在賣 鹹酥雞跟炸雞排的 哇 他賺很多耶 然後他就說 欸為什麼選雞排呢 我就說為什麼呀 他就說 因為啊 我希望可以祝賀妳的診所啊 就是小雞排排站 哈哈哈哈 那個病人像小雞這樣子 一直一直排著來看妳 對沒錯 然後我就 啊他真的 我真的覺得很窩心啊 因為我的病人都很支持我 然後都很 都很照顧我這樣 對 謝謝大家 沒有啊 妳不是還問他股票的事情嗎 可以講嗎 對 我現在都是靠打正播的時候 然後就會問他一些 就是他最近的事情 然後他就說 哎呀 我就問他說你做什麼啊 然後他就說 我們做 做哪一支股票 對 然後他 不是做 不是 我怕妳們想他愛愛那方面 那幾支高級了啦 爆名牌 然後我就說 欸妳就只有做某一個嗎 他就跟我說 當然啊 我們就專心對待他就好啦 說 就像那個太太一樣啊 說喜歡的女生 你就了解一個 你就這輩子都在了解他 然後跟他好好相處 嗯啊 溜解就好了 對一支人愛一個就有夠了 他說高級也是一樣 然後我就這樣 哦 沒有 那句經典名言 我要請邵士君醫師自己講 他說 欸 賺錢的高級 做一支就好了 對 欸欸 可以像他一輩子的女生 找一個就好 找到一個就好好對待他 他就說 妳就是要了解他 一輩子就只做他一個 這樣妳就會對他非常的了解 就像我們追喜歡的女生啊 如果你認定的這個女生 就是妳喜歡的人 那一輩子就只了解他 對他好 然後一輩子就跟他在一起一樣 嗯 然後我就哇 我就跟他說 妳真的很愛妳太太 說當然 我一支人跟他一支人而已 哈哈哈哈 五號的事情 這做一個就可以了啦 沒錯 別那個想那麼多啦 對 欸那我還可以講那個嗎 我不曉得可以講嗎 嗯 上次先生醫師很厲害喔 他摸出了 高級阿伯的蛋蛋跟別人不一樣 這個我覺得真的是 我後來覺得 啊這個 這個真的是 也算是一個巧合 就一個姻緣啦 嗯 就是說我後來就跟他說 妳現在的藥物吃得很好 然後呢 他的狀態也很好 他說 對啊 我從以前都只需要早早洗洗睡 到現在都還要 就是要固定要辦事情啊 嗯 真的是很感謝妳啊 我就說 但我想要讓妳的藥物 再更少一點好不好 他說好啊 然後我就說 那我們來做正播好嗎 我想讓妳的海綿體更健康 他說好啊 然後呢 他就去做了 結果呢 等到我鑽進去 要幫他做正播的時候 我就愣住了 我就說 妳的蛋蛋怎麼這麼大呀 欸蛋有多大 蛋跟正常男生 是像拳頭一樣大嗎 對啊 但是他就已經 大概到比一個 大概跟一個壘球一樣喔 那樣的大小 然後他就跟我說 欸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就在生氣的時候 怎麼感覺 啊這怎麼這麼大 啊這兩邊都一樣大嗎 對 它兩邊都一樣 然後我又看了一下 他的下腹部 我就說 妳這邊有傷口耶 他說 喔對啊 我那個善氣 很早三四十年 就開完刀了 然後我就很擔心 他是不是善氣復發 我就又摸了一下 然後又幫他掃了超音波 欸發現裡面都積水耶 我就跟他說 妳這個櫻囊積水耶 然後他就說 蛤真的喔 然後我說 啊他對你這麼久 妳不知道嗎 他說我不知道 我想說他為什麼這麼大 我不知道這對是不對 然後阿伯他以為自己 異於常人 對 天空異餅 對 然後我後來就跟他說 妳會不會覺得很困擾 他說是不會痛 但是他就覺得不太舒服 怪怪的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幫妳把水抽掉好不好 他說說 好啊 然後我後來就幫他 把這件事情處理掉 我就是 幫他做完正過之後啊 就是直接就幫他用針頭 把裡面的水都抽掉 然後在抽的時候啊 因為我一邊抽一邊打的時候 他就 抬頭說 欸真的有水耶 我說真的嗎 妳我在抽什麼 然後我就一直抽 他就跟我說 啊怎麼那麼久 我就說 一邊淡淡都抽一瓶養樂多了 哈哈哈哈 然後叫我這樣 然後他養樂多了 妳已經有好多障礙了 對 喔 抽出來了養樂多那麼多啊 對 他就一邊淡淡就抽了一瓶養樂多耶 然後 我就抽完之後 我就跟他說 妳覺得有沒有差很多 他說 喔有耶 差很多耶 我說對 妳已經少掉兩罐養樂多的重量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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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對 然後 就做完正步之後 插完之後啊 因為我通常都會關心病的時候 最近身體有沒有什麼狀況 啊 我就問他說 啊妳最近身體好嗎 不然有什麼總控啊 啊他就一邊坐起來 一邊穿褲子說 我本來都好好啊 總共也都讓你看出來 也讓你摸出來 沒有看你的時候都沒有事情 看你之後就覺得 哎呀 怎麼那樣不好那樣不好 可是他有補充說 阿哥我真的很感謝你的 好不然不是你給我發生這種事情 我也不知道說 原來那樣大了是不正常的 對 所以 所以看笑室捐衣室好不好 每個方面都幫你顧到了 高血壓啦 糖尿病啦 高血脂啦 好連蛋蛋大小啦 弟弟硬不硬 弟弟大不大 都總共都幫你解決 我真的覺得是非常棒的一件事 但我想要快速的請 消失捐衣室來提醒一下大家了 因為以前社會新聞 有那種什麼 阿公店的姐姐啊 那蛋蛋摸一下就說 先生你這不正常喔 結果一去檢查就發現是睪丸癌 這個社會新聞是真的有的 那我怎麼知道 我的蛋蛋是不是正常是不是OK 這個是要去 像那種什麼睪丸積水 大部分都是良性的是不是 對 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其實就是說 你每天在洗澡的時候 其實就是可以摸一下你的蛋蛋說 那個會不會痛啊 這是最重要的 第一個有沒有紅腫熱痛嘛 第二個就是它有沒有不正常的腫塊 比如說你平常摸都很光滑的一顆 怎麼覺得旁邊好像有個 不規則的東西跑出來 或者是說它怎麼越來越大顆 對 然後或者是你怎麼覺得你的 因為我們通常啊 就是我們蛋蛋的皮膚都皺皺的嘛 對 對 對 萬一它突然變得崩崩的還是亮亮的 這就不正常了嘛 對 就趕快來找泌尿科醫師喔 喔 好 但是通常這種睪丸積水都是良性的 通常都是良性的 為的就是想要在一個比較低溫的環境 夏天比較垂 對 冬天就會比較靠近身體 哇 好神奇喔 好像溜溜球 還自動伸縮咧 哇 這幅度沒有很大 沒有道理看起來 它會一直在那邊上上下下下 沒有啦 好啦 也蠻奇怪的 對 所以我覺得喔 男生你不一定要等到生病 才去找泌尿科醫師 而是應該平常就養成像 定期的全身健康檢查的習慣一樣 給我一心看一看 摸一摸 然後了解你整組感冒好好這樣 很重要 因為有時候你以為的正常 其實不是正常 其實有時候你的天賦異秉 是一種疾病 對 就跟我的高頻阿伯 不知道原來那兩顆不能夠這麼大一樣 再次告訴大家 高頻阿伯不是40歲的人喔 她是70幾歲 對 70幾歲 所以70幾歲也可以是 幾不會一尾活龍 這件事情是真的 是的 其實真的要非常感謝蕭素菌醫師 每次都是特別坐高鐵 南來北往 從高雄北上來錄影 真的是很謝謝他 謝謝 謝謝 謝謝思維 然後各位觀眾 一定要持續的喜歡蕭素菌醫師喔 這樣我才會持續的看得到他 要支持蕭素菌的瑞辛診所 而且聽說你今天 其實因為我們時間排得非常趕 蕭素菌醫師連 其實我們今天錄影是禮拜六 你看你禮拜六早上都有看診對不對 對 我今天呢 因為我原本就預定今天要上來 然後呢 我今天一早到了診所呢 我就跟我的護理師同事們 就跟他們說 我今天12點一定要準時離開 因為我要去趕高鐵 我要上去跟師偉錄影 我就說12點一到 我不管有沒有病人我都會離開 所以你們要自己想辦法 所以一定要讓我12點可以準時離開喔 然後他們今天效率超級無敵好 然後呢在11點半的時候就問我說 現在是要紙掛了嗎 要紙掛了嗎 或者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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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樣很好 我們節目變成大家進步的動力 對 沒錯 就讓大家的工作效率突然變得很高 然後呢其實他們都很貼心喔 在我一上高鐵之後呢 他們就每個人都傳訊息來給我 然後就跟我說 哇今天錄影加油喔 你辛苦了 然後就覺得哇好貼心喔 然後我就說 嗯 我一定會錄好節目 回來跟大家分享的 對 那個硝酥菌醫師診所 瑞欣病療科診所的護士們 你們真的大家都辛苦了 因為呢硝酥菌醫師是一個 非常親力親為的醫師 那我相信呢 他的護理師們也是每一個 都是這樣子的工作態度的 給你們比大拇指再辛苦了 他們應該覺得壓力很大 因為覺得 哎呀 我那個硝醫師怎麼 個性這麼急啊 動作這麼快 哈哈哈哈 而且那你聽說你坐高鐵的時候 今天也發生好笑的事情 喔對啊 因為我好不容易趕上高鐵 就是坐下的時候才發現 啊 我忘記帶行動電源了 然後看了一下手機 啊 電力只剩下一半了 然後呢我就傳訊息給大家說 嗯 不好意思喔 我手機要開飛航囉 哈哈哈哈 然後呢 兩個小時都找不到我 結果就在我傳出去的時候 每多久呢就有人回我說 高鐵上面可以充電 你不知道嗎 哎 我不知道喔 我說那是商務 我就說那是商務艙 他說不是 在每一節車廂的中間 都有一間充電室 你少來 對 他就說 但是要罰站 你現在就去罰站吧 哈哈哈哈 可是商務艙醫師有說過 男生如果久坐久站 其實呢 會容易造成性功能不OK 是不是 對 除了性功能不好之外 因為主要是循環是受到影響 第二個久坐或久站 也很容易造成一個 精索靜脈去這樣的情況 對 所以其實都不鼓勵你們 久坐或久站 其實一定的時間 比如說半小時左右 你們還是要站起來 活動一下啊 伸展一下筋骨 我覺得會是比較好的 坐太久把弟弟夾太久的話 彈彈夾太久也不是一件好事 不行 那溫度太高了 對對對 那蕭醫師建議男生 可以像我這樣翹腳嗎 也不建議 因為這樣子也會夾著彈彈 好好好 以上呢 提醒一下大家了 我們也非常謝謝 肖蘇菅醫師 謝謝 謝謝大家 是我愛健康 兩性密碼開會員囉 是我和美女醫師群不受限 給你醫學級的兩性知識 趕緊加入女神之樂部會員 讓女神醫師來解答您的疑惑 用實質行動來支持兩性密碼 除了享有頻道專屬的徽章跟貼圖 每個月還有讀上美女醫師桌布下載 以及會員專屬的影片 還有有機會可以獲得 女神的神秘小禮物 還等什麼呢 現在就加入 施瓦愛健康女神俱樂部 和女神們一起探索兩性密碼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喜歡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兩性密碼頻道訂閱破十萬囉 感謝大家的支持 歡迎按讚 訂閱 分享 以及開啟小鈴鐺 更多精彩的泌尿科影片 都在兩性密碼頻道